熊熊烈火 染红整片夜空 巴尔蒂摩当地时间27号下午 大批飞翼群众走上街头抗议 飞翼青年葛雷在狱中过世 抗议越演越烈 群众甚至在市中心纵火泄分 一整天激烈的抗议活动 巴尔蒂摩市中心满目疮痍 几乎成了无政府状态 街头犹如战场 报名打家劫舍 不但掠夺店家财物 还烧毁市区两间要装电焊车辆 而手持盾牌警棍的警方 当街驱离好几次 还是控制不住这个场面 眼看骚动越演越烈 当地居民人心惶惶 担心局势亦发不可收拾 巴尔蒂摩市中心市长下令宵禁 马里兰州州长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场失控的抗议活动造成15名警察受伤 希望化解种族对立的诉求 变了调 记得综合报导